Hello,大家好,我是Day,今天又来到了我的分享 然后呢,因为现在已经是小朋友的新的学期 然后呢,爸爸妈妈都会准备购买他们的日常用品 当然呢,今天就是要介绍这个爱多美的儿童牙刷 也是小孩子必备的每天的日用品 而且这个也是刚刚在马来西亚官网上架 所以呢,一定要分享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肯定会想要给自己小孩子最好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牙刷呢,其实它看起来是不明显 可是呢,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让小孩子去打下这个良好的这个牙齿基础 因为呢,可能从小我们就使用一些牙刷牙膏 然后呢,可能会导致我们就是不是很喜欢刷牙 可能有很多小孩子哦 就是因为牙膏或者牙刷的问题 他们就不怎么爱刷牙 而且呢,导致呢,他们这个牙齿呢 就会开始发,开始严重 严重的被侵蚀啊 可能会长出一些牙菌斑 或者可能会蛀牙 然后严重的呢,就会那个有牙食 然后就会导致他们有口臭这些问题 然后长大了过后就会影响这个牙齿的整个美观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为小孩子呢 就是打造这个非常良好的这个牙齿基础 让他们爱上刷牙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出生六个月过后的baby 他们开始会长出乳牙 大概是20颗左右 然后两岁开始呢,就会长齐了 然后呢,这个牙齿呢,就是在他们五六岁的之前呢 就会开始慢慢的脱落 然后呢,就会在五六岁之间呢 就会长出这个叫做横牙的 然后呢,如果当时我们的牙齿没有很好处理的话呢 或者刷牙的话呢 他们的横牙呢,这个成长呢 就会开始有不良的影响 然后就会变成蛀牙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推荐这些正确的刷牙的方法 还有呢,就是牙刷这些问题 所以呢 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要看清楚 这些是很重要的 给小孩子使用正确的牙刷牙膏 还有刷牙 那我们要应该如何去挑选儿童的牙刷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个牙头的大小 就是牙刷头的大小 牙刷头的那个 它的细毛的一些问题啊 或者它的窝饼的问题啊 还是它本身呢 到底有没有这个清洁的这个功效 所以呢,这四大的这个考虑因素呢 艾多美呢,就是研发了 从研发开始呢 两年推出了这个儿童牙刷 那我们看一下哦 艾多美的牙刷 儿童牙刷有什么特别 第一个呢,它就是有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支大概 大概就是15-16cm左右 长度的这个牙刷 然后呢,它的窝饼呢 是采用这个防滑的一个设计 所以当小朋友在抓住的时候呢 它的方法设计呢 是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小朋友的拇指就可以顶住 然后避免就是 移动的在刷牙的时候 然后呢,它整个窝饼呢 还有这个菱形的这个图案 所以呢,它就是减少这个太顺滑 然后不小心刷牙 因为小朋友可能它的那个 还不熟悉它的动作刷牙的时候 可能会很容易影响到 它们刷牙的时候 导致牙影损伤的 然后呢 艾多美的这个牙刷呢 它是采用这个源头设计的 所以呢,这个经过研究 它不会太过减 然后弄到小朋友的牙齿刷牙的时候 不舒服 然后呢,这个源头设计 还有这个非常细的毛呢 是可以减少这个牙影损伤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细毛是非常的细 而且呢,可以就是清洁到完全 清洁到你这个口腔的每一个地方 然后呢 艾多美的这个浓密的刷毛呢 是多于普通牙刷的 你可以看到呢 艾多美的牙刷呢 是非常纤细 而且呢,它每一只哦 它是有22个孔束 大概呢,就是每一只呢 是2772条的这个刷毛 可以达到呢 就是清除 非常轻松 轻松 去除我们这个口腔的异物 而且呢,它也可以减少 我们这个牙龄的刺激 那另外呢 还有艾多美的这个抗菌的这个功效 可以看得到艾多美的牙刷呢 是99.9的这个纯金粉 被就是镀在我们这个刷毛的 这个刷毛呢 其实是有抗菌功效 而且呢,也是有经过这个KIFA的实验检测报告的 可以呢,看得出呢 就是这个大肠菌的减少呢 是99.9% 还有这个葡萄球菌是97.1%的 所以它是可以有效帮助我们 就是清理口腔的这个 这个口腔的问题 健康问题 然后当然呢 艾多美的牙刷呢 单单一只牙刷 其实也是 有经过这个美国FTA的注册产品 就是有这个认证是安全 可以给大家 就是小朋友使用的 然后呢,也是 有这个持久性 就是可以使用 坚持使用 然后还有呢 安全性 那 我现在要说呢 就是艾多美的牙刷 它是有抗菌功效 它可以帮助我们清理口腔问题 但是可能有很多人 在使用艾多美牙刷的时候 他会觉得 这么当我使用了一段时间 我的牙的这个圆 就是它的那个牙柄后面呢 会有黑黑的这些黑点 其实呢 因为它的表面呢 是有抗菌功效 会在我们的口腔清洁嘛 但里面呢 可能就是无法去清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使用一段时间过后呢 其实牙刷 我们也是要定期去换的 所以可能你使用一段时间过后 你就要去更换一只新的牙刷 去保持我们的 这个牙齿口腔问题 那艾多美的这个牙刷呢 它有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小孩子的 小孩子的窝饼呢 还有一个熊熊 就是一个bear的一个图案 所以呢 就给让小朋友刷牙的时候 给他们有一种专属的感觉 那艾多美的牙刷 这一个呢 儿童牙刷呢 它是一盒 里面有八只 那里面有八只 然后它有四种颜色 可以看到我们的蓝色 粉红色 黄色 青色 而且每一只呢 是有这个独立包装 就是有这个盒子装住的 所以是算干净 安全使用 然后它的刷头呢 是比我们的这个小刷头的牙刷 来得更小 所以是更加符合 小朋友的这个口腔结构 的健康 就可以刷牙 OK 然后 来我们看一下它价格 就是一盒里面呢 是34令吉 然后3600pv 所以一盒八只 一只算起来差不多 四块两毛半而已 是非常便宜的 然后另外呢 我们要教一下 儿童正确的刷牙的方法 就是用这个最基本的刷牙方法 3.3.3的比例 一天呢 刷牙至少要三次 然后呢 每次就是翻后刷牙 然后呢 还有每次刷牙 至少要三分钟 我们从我们的牙齿的这个内侧 上下门牙 这样子刷 然后还有我们的旁边 外侧 左右的刷 然后还有内侧呢 就要刷出去 还有我们的那个 表面的咀嚼面 就是要刷干净 那我们这一段 这样子 根据这样子的方法呢 你大概刷牙 就可以清理到口腔的每一个角落 然后达到我们的口腔健康问题 那当然除了选择适合儿童的牙刷之外呢 其实我们也是要选择适合儿童的天然牙膏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需要选择适合他们的牙膏呢 因为呢 我们要选择他们的牙膏 是避免他们可能太过刺激 可以看到我们需要选择的牙膏 是软性抹料 然后可以有效保护口腔黏膜 然后呢 另外呢 它的刺激要很小 避免小孩子就是损害儿童的味觉 因为呢 有时候有些牙膏呢 它会太过刺激 可能会好像非常辣啊 导致小孩子就在那一段时间 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味觉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是要选择就是 宝宝 就是使用牙膏的时候呢 要不含这个佛的这个 叫做fluoride的这一个成分 因为呢 这样子才不会造成这个佛斑牙 那因为一岁以内的小孩子 他们是会吞这个牙膏的 所以我们是不建议使用牙膏 然后呢 三岁以前的儿童呢 我们应该要禁止他们去使用这种 含佛牙膏 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爱多美的这一款牙膏有什么特别了 爱多美这款牙膏呢 已经获得了世界级的有机认购的这个 法国Econcert 还有这个欧洲的这个严格的有机化妆品认证机构 Cosmos有机认证 所以呢 他就是有这些 就是因为他的成分呢 已经达到95%是有机认证的 所以呢 是安全就符合小朋友使用的 那另外呢 他也是通过这些组织呢 去做各种不一样的测试 所以才推出这一款爱多美的儿童牙膏 那当然也是拥有多年专业技术的法国Laboratories 这个呢 就是严格掌控这个技术 还有质量的控制 然后推出爱多美的牙膏 那爱多美的牙膏呢 就是有这个精心挑选的成分 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木糖醇 木糖醇呢 本身是一种 就是从白化素中提取的一种天然味剂 然后呢 他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口香糖里面 我们所说的是 Silito的这一种成分 它是可以有效呢 抑制我们这个变形的联球菌 产生酸来减少蛀芽的发生 所以呢 在我们 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咀嚼这一个口香糖的时候 它的味道是非常清香的 所以呢 这个同样的这个成分呢 就是放在了这一个牙膏里面 然后另外呢 它也是添加了这个有机的乳汇粉 可以减少牙群斑 还有牙营盐 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保护牙齿的这个问题 那另外呢 还有植物甘油 它这些呢 就是天然的保湿剂癌的 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牙膏呢 保持柔软的状态 然后另外呢 还有这个叫做二氧化硅 这一个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除牙群斑啊 斑块的这些问题 然后它是属于低膜食性 低过敏性 所以呢 可以在我们的牙齿 就是小孩子比较敏感的牙齿啊 比较薄弱的牙齿啊 他们都是可以使用这一款牙膏的 然后另外呢 还有这一些就是食品的防腐剂 避免它变质发酸 还有这个三粒糖醇 是一种保持肌 保持牙膏的水分 那当然 太多美的牙膏 另外一个特点呢 它除了成分是有机成分之外呢 它就是这一个无活的牙膏 所以呢 就算不擅长 如何刷牙的小朋友 都可以放心使用哦 我相信 大家可能之前选牙膏的时候 我们都会选择这些有活化物 因为呢 它可以有效预防蛀牙的问题 可是呢 对太过于小的baby幼儿来说呢 如果他们摄入了太多这些活化物呢 会导致他们的牙齿 骨骼 发育齿环 还有影响他们的肾功能 所以呢 建议小心不要吞眼 所以呢 我们都会教小朋友刷牙的时候 一定要吐出来 但是呢 这一款无佛牙膏呢 是非常天然的 所以就算你是不擅长 如何刷牙的小朋友 都可以放心使用 它不会让小朋友摄取太多 因为它是没有这些活化物 那另外呢 它的味道是 小朋友都会很喜欢的一种 甜甜的味道 Rasperi 所以呢 在小朋友使用刷牙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 就是很特别的口感 就让他们会更爱这个刷牙的这种乐趣 那艾多美的这个无佛牙膏呢 是一套里面呢 它会有两只 一只是50g 然后呢 目前呢 在马来西亚还没上架 目前只有在韩国官网可以购买 这个牙膏呢 它可以适合六个月以上的儿童到七岁左右都可以使用的 当然如果你的小孩子已经八岁九岁也是可以持续使用 它是透明的高妆 所以呢 当小朋友刷牙的时候呢 就会感觉到 他们会很喜欢去刷牙 我就是有一个会员的见证呢 就是他们的小孩子本来是不喜欢怎么去刷牙的 可是呢 就是在使用艾多美的牙膏过后呢 他们就爱上了刷牙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买 这个牙膏跟这个牙刷呢 去回家给自己的小孩子去使用 让他们呢 就从小打下这个刷牙 这个良好的基础 然后呢 不会影响他们以后长大过后的一些牙齿美观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可以买起来哦 试下 OK 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到这里